萨古鲁的育儿建议 萨古鲁说 为人父母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情 你是在做一件 至今还没人知道如何做好的事情 就算你有十二个孩子 你仍然在学习着如何为人父母 也许在养育前十一个孩子方面 你做得不错 但在第十二个孩子身上 你还得下功夫 以下是萨古鲁给出的几条育儿建议 一 营造合适的环境 萨古鲁说 为孩子营造必要的环境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很重要 你必须营造合适的氛围 让孩子从你的内在和家庭中 感受到喜悦 爱 爱 关怀和纪律 你唯一能为孩子做的事情 就是给予他爱和支持 为孩子营造充满爱的环境 他的智能自然会成长绽放 孩子用质朴纯真的眼光看世界 所以你和孩子在一起 你也能看到生命全新的一面 就像孩子一样 你的孩子不需要做 你在自己的人生中做过的事情 他应该去做一些 你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只有这样 这个世界才能进步 人类肩负的基本责任 就是要让下一代人 能至少比你我这一代人 更进一步 下一代人 应该活得比我们多一点喜悦 少一点恐惧 偏见 纠结 仇恨 和痛苦 我们必须为实现这点而努力 你应该为下一代人 做点贡献 不让孩子成为这个世界的顽童 而是让孩子成为一个 至少比你更好一些的人 2.了解孩子的需求 萨古鲁说 有些父母带着过分的期望 妄图让孩子成为超级强者 让孩子经受了太多不必要的辛苦 这些父母 想让孩子成为他们自己 没能成为的样子 试图在孩子身上 实现自己的抱负 对待孩子极度苛刻 还有一些父母 认为自己给予了孩子很多爱 却太过浇灌 让孩子变得软弱 无能 从前有一位瑜伽士 他属于瑜伽七大派别中的 克什米尔师婆派 这种瑜伽派别非常强大 但是只存在克什米尔地区 因此得了这个名字 一天 这个瑜伽士 看到一只裂缝的茧 茧中一只蝴蝶 在奋力争出 但是茧壳太过坚硬 通常 蝴蝶要持续挣扎 整整两天 才能破茧而出 如果两天 它还出不来 就会死掉 瑜伽士看着这一幕 慈悲满怀 用指甲剥开了剪壳 让蝴蝶能自由飞翔 但是这时候 蝴蝶却无法起飞 原来 在茧的束缚中挣扎 才让蝴蝶的双翅 获得了飞翔的力量 一只无法飞翔的蝴蝶 有什么用呢 很多人以为自己 给孩子的都是爱 却让孩子 失去了飞翔的力量 变成无用之人 养育孩子 没有一条通用法则 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在这点上 一定要谨慎 没有明确的规定 让你做到哪一步 不同的孩子 需要不同程度的关注 爱和管束 如果在椰子园里 你来问我 该给每颗植物 浇多少水 我会说 至少要五十升 但是 如果你回去之后 真的给你的玫瑰 浇五十升水 你的玫瑰就死定了 所以 你必须看清楚 你的房子里 养的是什么植物 萨古鲁说 多数成人 会觉得孩子一出生 自己就该教育孩子了 其实 当孩子降临的时候 不是你教到孩子 而是 你向孩子 学习的时候到了 你的孩子 比你更快乐 难道不是吗 所以 那是 该你学习的时候 而不是 孩子 向你学习 某种程度上 你能教给孩子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 生存 但是 当涉及到 生命本身的时候 孩子 凭他的体验 就比你 懂得更多 他自己 就是生命 他很清楚 这一点 如果你把你自己 强加在头脑上的 那些影响 都消除 你的生命能量 就会知道 如何存在 不知道 如何存在的 其实 只有你的头脑 成年人 能承受 各种各样的困难 意想的困难 孩子 还不能 做到这点 所以 孩子降生时 是 你向他 学习的时候 而不是 你教导 他的时候 四 顺其 自然 萨古鲁说 如果 想好好 抚育 孩子 你 首先 要做的 就是 让自己 变得快乐 但是 你自己 却不知道 如何 变得快乐 在你的家中 如能 展示给 孩子的 只有 紧张 愤怒 恐惧 焦虑 和 忌妒 孩子 会变成 什么样呢 毫无疑问 他能学到的 只有这些 难道 不是吗 如果 真的 想把孩子 抚养好 你应该 改变自己 让自己 成为一个 有爱 喜悦 和 平和的人 如果你 连自己 都不能 转化 又如何 去 培养 孩子呢 如果 我们真想 好好 培养 孩子 首先 必须 清楚 我们 是否 能在 自己身上 下点功夫 每个 想 为人 父母的人 必须 坐下来 想想 什么是 对他们的 生命 有害的 什么是 有益的 不是 关于 外部世界 而是 关于 自己 关于 你自己 你的 言谈 举止 行为 模式 以及 生活 习惯 如果你 能在 三个月内 转变 自己 那么 你就能 用你的智慧 培养 好孩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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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